今年的浙江卫视可以说是争议最大的一年了 其卫视的户外综艺节目《追我吧》 在录制过程中 一名参与节目的明星高乙翔猝死 此事引发了大量网友关注 同时导致的结果也就是大众对浙江卫视 对《追我吧》节目组的声讨 毕竟不管怎么说 明星总归是在这个节目出的事情 而浙江卫视节目组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最近马上就要跨年了 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 如今跨年基本只有三个卫视比较火 分别是湖南 江苏 浙江 而浙江出了浙党市 最近也有很多网传消息说可能不会举行了 但是在笔者看来却不太可能 因为跨年演唱会于浙江卫视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节目了 最关键的是 关于跨年肯定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此事不举行恐怕会面临更多问题 果不其然 就在今天晚上的21点左右 浙江卫视方面宣布了今年跨年演唱会的口号 三年零跑 跨年回归 这也就意味着今年跨年演唱会来了 确实是要举办的 另外从这句口号各位也能看出 依然还是以跑男家族为主导 至于是哪几位跑男 逼者目前就不知道了 反正奔跑吧 换人之后 也基本就没看过了 然而浙江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却是引起了网友的反感 评论一面倒 一片吐槽之声 大都似乎认为浙江卫视应该反省 不应再举办 各位这里可以看看评论 当然 逼者希望大家不要吐槽前往参加跨年的嘉宾 因为这些明星早就在此事之前就已经签订了合约 我们更应该谴责的并非他们不是吗 为什么浙江卫视如此遭人反感 很多人可能会问 那么浙江卫视以后就都不能娱乐了吗 其实此事变成如今这个局面 我个人觉得与浙江卫视声明的不到位 以及直到如今都并未道歉 我们在浙江卫视的声明中 看不见一句最简单的对不起 而这也是网友最反感的点 另外就是在当天发生事件的时候 热搜迟迟上不去 这也难免令人反感 而此事发生在浙江卫视 本就大众看到蓝台就会想到此事 跨年却又是一件高兴的事 一片欢声笑语 再联想到高乙祥事件 也就难免会让网友吐槽了 今年的跨年恐怕收视很难有多高 首先先说说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看跨年 主要还是听歌 这一点江苏卫视就做得相当好 主打歌手 鼓励真唱 并且请的基本都是一些实力歌手 而如果是喜欢热闹 那么就去看湖南卫视 更何况湖南卫视今年的阵容 可以说是流量剧集 不说对于我这样的喜欢听歌的人来说 有多大吸引力吧 但是至少对于年轻粉丝群体来说 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再回到浙江卫视 本就因为高乙祥事件遭人反感 自然会导致不少人抵制 选择不看 此次跨年恐怕收视就很难有多高了 而且浙江卫视的跨年主打还是跑南团 娱乐为主 而如今的《奔跑吧!》的兄弟阵容 与其他卫视相比 吸引力已经没有这么高了 不知道大家会看 今年浙江卫视的跨年吗 喜欢文章的朋友可以点赞并分享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